上班上学的必经之路却只有两线道 停等红绿灯的经常是塞车回堵 但你看到这是新竹县穹林乡竹林路 每天通勤时间几乎半条路都塞车 八月底会进行交通改善 往竹东方向呢要新增一个车道 左右转的车辆分流来有效的解决用塞 从狭窄两线道变成扇形大路口 从林乡竹林路衔接竹林大桥与富林路 是石潭村往竹东快速道路的必经之路 上班同学总是大塞车 几乎半条路都塞爆了 店家居民都不方便出入 每次我们像要过竹东方向的时候 早上大概是在七点到九点之中 常常会塞车 塞到我们的竹林别庄的路口 大概约有150公尺左右 所以这些人车辆塞下去的时候 有些赶着上班的人时间一拖 拖个五分钟十分钟的时候 变成造成他们很大的困长 红绿灯秒数短以及车道不足 使得车流消化缓慢成为问题所在 明代去年就提案反应 县议员郑玉云也协助交旅处落实 在八月底完成了改善工程 利用原先扇形的加宽空间 再往竹东方向规划成两线车道 让左转车与直行右转车分流 避免堵塞后方车辆 而机车停等格也加大一倍 更增化脚踏车 让铁马族也有行车路权 化设以后 拥塞情形已有明显好转 逐林路要出去的地方 他把这个多余的空间呢 做了一个车道的划分 然后让我们就是早上呢 要出去到竹林大桥也好 到复林路也好的车流呢 可以做一个分流的这个指引的方式 增设车道觉得怎么样 对交通有帮助 有些车子要右转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右边的车道 你说有好一半以上 有有有有改善很多 改善工程也包括竹林路 双黄线改为单黄线 让居民加门出入方便回转 不用再去复林路口转弯 增加堵车几率 交通更顺畅了 也让居民生活品质大大提升